在上一集当中,我们看到了鸦片战争刺激了华南地区,广东民众奋起反抗入侵,引发了战时的三原理抗英事件,以及战后的反入城运动。 这一时期,广东社会出现了三个重要的现象,一是团练的大规模新奇,二是反洋人主义的形成,三是反政府意识的出现。 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构成了回应外来冲击的基本模式。 但是事情绝无这么简单,对政府的不信任,还有团练武装的壮大,正在动摇着华南地区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孕育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安定因素。 这些不安定因素在1850年到1856年间集中爆发出来,升级成为遍布整个华南地区的叛乱。 这也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部分内容,西方的入侵为华南社会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如果不了解这些变化,你就很难明白,为什么在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城最终选择向外部世界屈服? 导致华南不稳定的诸多因素,首当其冲的那就是华南社会权力结构的倒转。 在鸦片战争之前,地方官员对于士绅总是保持着一种既依靠又提防着的态度。 一个地方的政府官员,数量总是有限的,没有城市和乡村广大士绅的支持,他们很难控制庞大的人口,维持治安。 虽然士绅的作用如此巨大,但其权力如果不断扩大,就会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 这对于任何一个想要运转良好的政府来说都是值得警惕的。 所以,士绅在之前的统治体系当中和政府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 士绅可以帮助朝廷进行统治,但政府绝不允许他们控制民众,更不能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武装力量。 清朝在任命官员时,一开始实行原籍回避制,也就是说,不允许一个官员回到家乡担任官职,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政府官员和士绅们联合起来,无法有效地管控士绅,从而让他们做大做强。 这一平衡,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团链大规模兴起,发生了改变。 在激烈的反洋人运动中,士绅组建起了自己控制的团链,影响力不断增强。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当时一个叫李芳的士绅,他在三原里北面的石井乡建立了生平社学。 社学原来是乡村的教育机构,团链兴起之后呢,这里就成为了团链的指挥中心。 到1841年年底,生平社学下边有了15到18个团链局,每个团链局都号称有将近万人。 而当时在广东一线战区作战的朝廷正规部队,也不过就数万人而已,从中就可以看出李芳控制的团链势力之大。 与之相对,政府这边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一方面,政府在和英军的作战当中总是失败,软弱无能,暴露无遗。 另一方面,因为军费开支高昂,政府只能不断借助士绅的捐款来维持财政运转。 力量对比中,政府开始落入下风,士绅开始作大。 接下来,团链运动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他不再把目标定在单纯的自我防卫,抵抗外来侵略。 一些士绅开始利用团链进行社会控制,扩大自身权力。 这带来了华南动荡的第二个因素。 华南地区出现了剧烈的贫富分化。 这种情况,在那些控制了宗族领导权的士绅那儿,表现得最为明显。 所谓宗族,也就是以血缘关系团结在一起的家族。 这在广东地区是最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 对于一个宗族来说,最重要的财产就是本族的田产。 通过出租足田可以获取经济利益,用来资助族内儿童上学,帮扶本族的贫困户。 有时候,这些收益甚至是直接拿来分给族内的各个家庭。 族田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每个宗族只要有机会,就会扩充自身的土地实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族间的摩擦和泄斗也就不可避免。 那些掌握了团练力量,或者是有财力雇佣团练的士绅,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能够拿到更多更好的东西。 在一个宗族中,地位越来越高。 这种财富的重新分配,借助了非经济手段,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开始拉大。 富有的宗族,或者是宗族当中有影响力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富。 而那些本身就不太富有的家庭和宗族恰恰相反,变得越来越穷。 当反洋人入城运动还在继续时,宗族势力目标是一致对外的。 但是过了1849年,外部的压力暂时缓解之后, 宗族势力内部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 很多人发现,宗族的头领对他们这些下属的侵夺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多的农民心生不满,开始成为流浪者,盗贼等不安定分子。 有人甚至加入了反政府的秘密社团之中。 除了这种贫富分化外,广州地区越来越糟糕的经济情况也使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 这就是第三个令人不安的变化。 广州地区的经济受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遭遇了重创, 大量的失业人群助长了华南的动荡。 1843年,广州开部之后不久, 欧洲就遭遇了1847年商业危机, 这是近代第一次因为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 在经济危机期间,广州的外国商行不少都濒临破产, 导致了大量的货物积压, 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上海也成为了通商口岸, 这样新的贸易机会就出现在了广州之外的其他地方。 很快,整个国家的贸易中心分裂成了两个。 以茶叶贸易为例, 虽然江西、湖南、湖北的茶叶仍在广州交易, 但浙江、安徽的茶叶却流往上海进行交易, 广州市场的贸易份额缩小了。 除此之外,浙宛两省茶叶流向上海, 原先茶叶南运广州的线路上很多挑夫和船夫失业了, 数量有十几万人, 这些庞大的失业人口成为了反政府的秘密社团, 盗贼,还有匪帮的招募对象, 从而极大的加剧了华南地区的动荡。 虽然华南地区一直都有反清的秘密社团存在, 但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还比较小, 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 这些秘密社团的势力不断增强, 有些甚至把组织扩展到了广西的边缘山区, 在那儿既有为躲避政府打击的亡命之徒, 也有暗地里进行鸦片贸易的走私者和挑夫, 还有从珠三角地区过来的海盗, 各种势力的会合, 使得广西成为了混乱滋生的温床, 太平天国就在那里诞生, 之后他们往位于长江下游的南京方向突围, 没有冲向广州, 但是当时的动乱遍及全社会, 其他一些秘密社团早把目光对准了广州城, 希望可以劫掠一番, 1850年下, 广西的一些造反者开始打着反亲复明的旗号, 攻击广州附近的县城, 这一举动鼓舞了其他秘密社团, 他们迅速汇集到一个叫林十八的人手下, 当时的广东巡抚叶明琛, 以金钱官职为诱饵, 通过收买当地土匪的方式, 成功破坏了造反活动, 并且击败了林十八的军队, 之后他受到皇帝嘉奖, 成为梁广总督, 但是他的小聪明并不能够帮助华南地区躲过更大的灾难, 在权力倒转民不聊生的局面下, 最终征税与抗税成为了华南动乱的导火索, 广东爆发, 红金起义, 政府彻底失去了他的权威, 太平天国运动和其他秘密会社的叛乱, 给广州地区的士绅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他们不断捐款给政府作为军费, 1850年底, 咸丰皇帝下令免除广州地区两年的填税, 这本来是为了安抚民众, 让他们可以暂时休养生息, 但是当地的官员却隐瞒了免税的命令, 私下继续征税, 当真相暴露之后, 一场广泛的抗税运动就蔓延开来了, 1852年, 1853年, 两年, 华南接连农业欠收, 再加上商业不景气, 百姓没有收入, 可是政府却还在加税,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秘密社团, 秘密社团又反过来不断的劫掠乡村, 这使得原本就混乱不堪的局面, 走到了危机爆发的边缘, 1853年年底, 东莞县的一些宗族抗缴租税, 为了防止这一运动在其他地区再次上演, 叶明琛决定杀衣紧摆, 对东莞进行严惩, 第二年年初, 官军以搜捕会党为由杀了很多人, 其中一个死者的兄弟何六, 是秘密社会成员, 在悲愤之下, 他召集人马攻打东莞县城, 其他秘密社团也都举旗造反, 从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红金起义, 之所以叫红金起义, 是因为这些造反的人全都头戴红金, 身穿戏服, 设置将军、元帅、先锋、军师等职位, 同时举白旗为号, 红金军不是一支军队, 也没有什么合作计划, 只是因为有人造反了, 于是全都跟着反了而已, 红金军一度占领了广州城周边的县市, 进而围攻广州, 局势已经非常危险, 这时候, 士绅们组织的团练再一次起了决定性作用, 首先, 城市的团练增强了防御的能力, 官军得到民间团练的补充, 成立了护城委员会, 由具有声望的市民, 组成董事会轮流主持, 商人们也积极捐款, 广东十三行的航商五重药, 他一个人就捐了五十万两, 有了这些保障, 广州顽强地挡下了叛军的进攻, 其次, 那些被拖在城外的叛军, 因为攻城不下, 反而开始争夺内部的领导权, 陷入内斗, 再加上每天巨大的物资消耗, 他们只好抢劫农村, 以战养战, 时间一长, 红金军得不到攻击保障, 力量逐渐被削弱了, 最后, 乡村地区的团练开始了反扑, 一个叫做欧阳全的佛山人, 在当地组织了一只, 团练联盟, 顺利地阻止了叛军主力向广州方向的增援, 其他各地的士绅, 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团练, 并一个村一个村地, 从红金军上收回失去的土地, 经过漫长的拉锯, 到了1855年, 红金军还是被打败了, 这次评判之后, 原先地方政府与士绅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富有的士绅和宗族完全地掌握了农村, 政府对此却毫无办法, 他们甚至把收税的权利也承包给了士绅, 只要士绅能够上交一部分给官府, 并且在关键时刻支持官府, 他们就放任士绅去压榨农民。 好了, 关于第二部分内容的讲解, 到这里就结束了, 总结一下, 不断兴起的团链在抵抗英军入侵之外, 还成为了士绅进行社会控制, 扩大自身权利的工具。 广州地区每况愈下的经济情况, 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 秘密社团不断壮大, 红金起义的爆发, 政府不得不完全依赖士绅的力量。 当起义平息后, 富有的士绅和宗族完全掌握了农村, 官府和士绅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西方的冲击, 使得华南地区的政治根基发生变化, 有了进一步跃出传统的可能。 1856年10月, 就在红金军被镇压之后不久, 中英之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一次, 英法联军顺利地进入了广州城, 并对广州的政治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部分内容。 英法联军直接管控了人困马伐的广州城和它的周边地区, 这一波冲击把华南社会带向了全新的局面。 我们前边提到过, 中英双方在1849年成功抵制外商入城之后, 外交上就陷入了停滞。 但是南京条约之后, 清政府与法国、美国等国签订条约, 规定了一个12年后修约的条款。 英国援引最惠国待遇, 也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 进一步扩大对华商贸的可能。 清廷自然不会明白列强的意图, 对这些得寸进尺的外国人, 皇帝极为反感。 因为广州反入城的胜利, 朝廷也算是找到了一套拖延和不正面回应的策略, 觉得这样就可以把英法等国打发了事。 结果呢, 拒绝改变的亲王朝再次被西方列强找到借口开战, 广州再次成为武力解决问题的前线。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 广州城迅速地组织起了抵抗力量, 但是维持政府军还有团链的运转都需要极为庞大的财力支持。 由于之前的红金叛乱, 广州城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战争一开, 广州的经济雪上加霜, 许多士绅已经无法负担如此高昂的军费了。 因此, 1857年, 英蜀印度爆发大起义, 英国放缓攻击广州的时候, 广州人以为英国会像之前一样放弃进入广州的打算。 许多团链很快解散, 城墙外的一些防御攻势也被拆除, 抵抗力量大为削弱。 但到了1857年年底, 英法联军卷土重来, 真的发动进攻时, 只有一些团链进行了抵抗。 当时的梁广总督叶明琛 拒绝与英法联军进行和谈, 但是也拿不出像样的力量来做抵抗。 加上他自己的情报原有问题, 只能安坐在衙门当中, 给当时的咸丰皇帝反馈一些不实的利好消息。 结果1858年1月, 英法联军顺利攻入了广州城, 叶明琛成了阶下囚, 成为了清代历史上唯一一个被俘的封疆大吏。 咸丰皇帝在得到消息之后, 也把这位之前十分倚重, 甚至封有爵位的汉人罢了官。 这位南海驻石, 被皇帝认为可以独挡一面的大臣, 最后客死在印度的加尔戈达。 中国有句俗语叫, 打江山容易, 坐江山难。 英法联军也知道, 以自己的兵力, 想要顺利地统治将近一百万人口的广州, 没有当地政府的合作是绝对办不到的。 因此, 他们扶持了当时的广东巡抚伯贵, 建立了傀儡政府。 伯贵仍然是民意上的地方统治者, 但是任何决议都必须得到英国方面负责人的 批准。 英国这个陌生人成为了广州事实上的统治者。 不过, 中国人的抵抗并未结束。 在这种情况之下, 原先叶民称政府中的涅斯, 也就是司法部门的人, 知府, 也就是原先行政机构的人, 还有梁道, 可以看作是后勤部门的人, 在佛山建立了一个影子政府, 为那些不甘失败的士绅, 提供了一个与朝廷直接交流的机会。 这其中以龙元熙, 罗贝衍, 还有苏廷奎三个人最有代表性。 他们联名奏请咸丰皇帝组织团练, 并且成功地得到了批准, 于是他们像曾国藩那样成为中央任命的团练大臣。 一接到上头的许可, 他们就立马地在广州城外的花县, 也就是今天的广东花都区, 设立了广东团练总局, 团练总局从东莞和新安两县获取边缘, 从顺德地区获取财政支持, 并且收纳了很多零散的团练势力, 很快就扩展了规模和影响, 准备和外来的侵略者展开一番拉锯。 这样一来, 广州城里的外国人忽然发现形势又紧张了起来, 他们的人头成为了悬赏的目标, 一到夜晚就会有人出来纵火闹事, 他们甚至买不到粮食, 雇佣不到工人, 但这一次, 英法联军没有妥协, 他们坚持了下来, 开始增加巡逻力量, 管制交通, 并且关闭了一些城门, 还设置了永久性的兵营。 1858年7月, 负责团练的三位大臣觉得已经准备充分, 他们带领7000人左右的团练力量, 对广州发动了进攻, 但在英法联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 他们很快就被击溃。 这时候, 北京向广东发出了指示, 既然英军没有为难城里的官府和士绅, 那就不要去刺激他们。 此时的朝廷可以说是, 亲全国之力对付东南地区的太平天国, 长江一线已被阻断, 不可能像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 分兵剥梁南下支援广东, 北京事实上已经承认了, 英法联军和地方傀儡政府共管广州的体制, 战事失利, 再加上皇帝不让轻举妄动的指令, 广东的主要团联力量分崩离析, 英法联军为了拓展他们管辖的范围, 也开始对农村里的反对力量进行扫荡, 并且捣毁了两个最大的团链组织, 其中一个就是上边提到的广州团链总局的基地。 这一行动使得广州附近的团链活动平息了下来, 在那些原先反抗激烈的地方, 只要英国巡逻兵一出现, 乡村里的长者甚至开始在村边排成一队, 热烈地欢迎他们的到来。 这样一来, 城市和乡村就都在英法联军的控制之下了, 很快, 广州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并且和联军发展出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 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 都开始把联军作为了一种稳定力量。 对当时的傀儡政府来说, 他们希望借助英法联军来平定叛乱, 维护地区的安全。 当1859年, 赵庆、家印在此发生叛乱时, 英法联军的存在使得广州人心大安, 联军就是防止叛军入城洗劫最有力的力量。 作为普通民众, 他们希望清除腐败和不公正, 改革税收体制, 恢复经济发展, 并且把联军作为实现这些目标最可依赖的人。 而英法联军在一开始也确实起到了这些作用, 他们废除了城市惯例对广州小店主3%的附加税, 这一税收是一种商品过境税, 本来是为平定华南地区的叛乱而增加的。 除此之外, 联军还停止了罪恶的人口买卖, 这些措施赢得了广大农民和商人的感激。 相比之下, 三个团练大臣重振广州团练总局的势力却黯然无光。 此时, 许多士绅和农民已经不再和这些团练大臣合作, 拒绝向他们提供活动费用。 当团练总局的收税人出现时, 各个村庄甚至是进行了武装自卫, 团练总局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了。 1861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英法联军撤出了广州, 把城市的控制权重新还给了清政府, 但是经历了反洋人运动, 团练, 红金军叛乱, 与英法联军合作的广州, 早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广州了。 曾经儒家文化看不起的蛮夷, 也做了一回统治者, 甚至还有一点表现不俗, 儒家的说教失去了说服力, 珠三角一带对陌生人的偏见也削弱了很多。 不过在这里, 我们需要辨明一点, 就是两次鸦片战争, 英法列强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 还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 解决产品的销路, 所以战争形态还是以占领广州这样的重要商贸口岸, 维持地方平静为主。 所以广东的部分民众甚至还会觉得, 这些入侵者还能主持公正, 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实惠。 但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 看到英帝国主义征服下的印度, 人们估计就不会再有类似的幻觉了。 在印度, 英国殖民者的目的就是掠夺当地的资源, 大片的土地被用来种植棉花, 即便遭遇大的饥荒也在所不惜。 如果当时的英国殖民者采用相同的思路来到华南地区, 或者在征服印度的时代就染指华南, 大概他们要做的就是深入广东福建奴役这里的民众, 把这里改造成糖、茶叶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的基地, 好像日本清华时期, 用非人的手段对东北和山西的铁和煤进行掠夺, 那么殖民主义最残酷的一面, 也许会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无论如何,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 华南的权威重新起牌, 认知也被打开, 变革的种子自此埋入了华南, 只要时机一到,就会生耕发芽。 后来的广东成为晚清外派留学生的重要来源地, 也是较早爆发共和革命的地方, 成为开封器之先的地方。 与此同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西方侵略者的影响开始出现在北方港口, 甚至内陆地区, 在外部世界的冲击之下, 广州经历的抵抗变化和合作, 将会在那些地区重新上演。 华南社会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 二十多年的动荡也算冲击回应这一理论最好的佐证。 外来的侵略刺激了华南的军事化, 新兴的社会力量, 还有危机下的一般民众形成了一股合力, 挑战了传统的权威, 再加上外国人的进一步行动, 华南成了引领风气, 率先迈向近代的地区。 我选择讲述大门口的陌生人这本书, 正是因为这本书成功应用了冲击回应理论, 而且研究特别深入, 没有简单的停留在一般的历史大事件上面, 能够让大家看到重大的历史事件 对于社会生活的长效影响。 这部作品的核心内容其实是作者魏菲德的博士论文, 他在一开始写作论文的时候, 魏菲德的研究对象是太平天国运动。 我们知道, 太平天国正式起义的地点是在广西, 这个势力的壮大发展正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 魏菲德认为, 要想真正明白太平天国运动的根源, 就必须把目光重新聚焦到广东, 看看这个最先受到西方影响和冲击的地区, 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种变化又是如何影响到广西, 香港, 澳门在内的整个华南地区。 在整理材料的过程中, 魏菲德发现, 整个华南社会极其复杂, 在官府和精英人物之外, 普通人的命运, 社会组织, 家庭关系, 都在西方入侵的冲击下发生着重大变化, 处于动荡与变化之中。 最终, 这种动荡成了魏菲德研究的弱点, 也促成他用冲击回应的模式, 审视了西方入侵者撬开广州大门, 引发华南社会洗牌的历史过程。